原集劇《趙氏孤兒》是一部歷史劇 相關的歷史事件記載最早建於左轉 情節比較簡單 去到司馬遷的《史記趙世家》才有詳細記載 故事講述春秋時期 晉貴族趙氏被奸臣陷害而慘遭滅門 整個趙家三百多人也遭到疑三族 而唯一幸免的是剛生下的男嬰趙姆 莊姆在自殺前把男嬰委託給他接生的醫生程嬰 後來奸人發現趙姆被帶走了 下令封鎖傳承收集嬰兒百多個 唯要找到趙姆將她殺死 最後程嬰兒子被誤會是趙姆而被殺 趙姆長大後就為自己的家族和懲家報仇 趙氏孤兒在十七世紀被翻譯成法文 是第一部成為歐洲語言的中國戲劇 今日有舞台劇導演王俊達 介紹他改編自趙氏孤兒的舞台演出 Hello Hello 有達王俊達在這裏 他就是來一個劇叫做《孤兒 2.0》的導演 他本身的劇本就是趙氏孤兒 這次就是改編做這個劇 要說為何達會改編這個劇 就要說到很遠的 就要說到歐洲的 阿達曾經在法國那裏學形體劇場 那為何無端端在法國那邊會提起趙氏孤兒的劇 留在巴黎差不多四年了 突然間都好像有一種對於自己的傳統文化 突然間有一種渴望 會不會可以用歐洲學到的東西 去說一些中國的故事呢 那段時間就找了一些同學一起在暑假 就排了趙氏孤兒的故事 當時直接只是說故事而已 都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大家的文化很不同 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 那開始的時候就是 會不會在我們一些身體文化裡面入手 譬如我們會練寫毛筆 會練太極 會練經劇 不關於劇事的 不關於劇事的東西 不會放進劇 是的 但是首先要了解我們中國人的傳統 其實是你好像開個workshop 給你的同學一起去排練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我們不是學校的製作 這個是本身我自己在北作業之後 我真的很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可不可以說一個中國的故事 在歐洲 因為其實趙氏孤兒這個故事 是第一個中國的傳統故事 去到法國 那我想不想 我自己也是 好像第一次去到歐洲 我會不會可以說這個故事呢 還有我想實踐一下我自己學到的東西 說一下為什麼你會喜歡趙氏孤兒這個故事 很多人應該看過 可能陳凱哥的版本 或者京劇版本 我最深刻的是 裡面有個醫生叫程英 程英就把自己的骨肉獻出來 去救趙家的骨肉 那這個行為其實是很厲害的 那個義氣很厲害 就是你如果在今時今日 有人問你借2000元 可能都想一想 究竟借不借給你 但以前是 你可不可以救救我兒子 好 沒問題 那我把自己的兒子獻出來 救你的兒子 就是那種義氣是可以去到這麼崇高 而令到我覺得 好厲害的 你接觸的時候是哪一個渠道接觸的呢 戲啊 還是看電影劇啊 其實是 因為我有幾個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我唐哥 他本身是讀歷史 另外就是我一個中學老師 然後我就看有什麼中國經典 是你們都很喜歡的 其實我自己找了一些的 已經 但因為趙氏孤兒 我那時候是未知的 其實是透過這兩個 這麼好的朋友老師 告訴我 然後我就開始鑽研 看多一些 趙氏孤兒有關的 一些史記 或者其他的版本 之後就鎖定要在歐洲 那裡做這個劇 突然間覺得很合 說給同學聽的時候 他們覺得這個故事是怎樣的呢 他們是很震撼 他們覺得 為什麼中國人有這種情操呢 為什麼可以為了朋友 因為那個戲裡面 其實不只是情嬰 去幫過這個趙家 其實還有很多 譬如裡面有一個角色叫韓厥 一個將士 他是奸臣的一個將士 他是知道這個好官 而不去殺死趙家的屈辱 幫趙家的 你覺得給他們寫一下毛筆 有沒有吃一下中國菜 有煮 大家有煮 有沒有幫助 對於他們了解這些中國的歷史故事 很濃 他們都覺得很濃 所有東西都很濃 中國的食物很濃 那毛筆呢 寫毛筆又很難 因為毛筆字本身 我不是學錯很多 不過我就知道 其實毛筆有很多技法 其實不是就這樣寫的 而且本身 中國的字是一幅圖畫 它有很多一點 然後掃下去 又重新起 這些動作 其實是一種美術 身體的美術 透過這一種寫字的時候 他們就會想 其實 怎麼可以這麼精細呢 譬如 驚奇很多走圓腸 手勢 經常都跟圓有關 究竟有些什麼 那種精細是怎樣的呢 為什麼經常都說圓的呢 我們大家就在那裡探索 你覺得做了這些練習 幫不幫到他們 就是理解多一些 那個歷史故事 或者當它是一個劇 其實是有用的 因為 我們很多時候 要做一個戲 或者這個戲 我們只會在文本裡面 虐磨 其實這個改編 不只是劇本上文本的東西 就是這個 劇本裡面背後的歷史 它的傳統 它的文化 譬如 我們很多人 在香港經常做很多法文的劇本 那究竟 我們有沒有人了解 法國人的文化 為什麼他們這樣 為什麼他們見到面 會互相 一直戴一塊面 才再聊天 就是這種是一個 他們的傳統文化 他們就是習慣 就算你很討厭大家都好 你見面都必須要做這個動作 其實裡面有很多矛盾在裡面 那這些就是我們 就是怎樣去 不只是去轉一個劇本 還去轉一個文化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這樣 跟你一起做這個劇本的同學 有來自什麼國家的人呢 有意大利 韓國 加拿大 瑞士 以及克羅地亞 這個韓國是最似的 可能他也會懂這些故事 是呀 他就會將 譬如裡面有裝機 會唱一首歌 就是唱一首哄寶寶仔睡覺的歌 在當時在歐洲做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拿一首 他們韓國的文歌 在那個時候會唱 那其他國家的一些同學呢 他們就是要演到 一個中國人這樣 因為我們一個人 他不一定是做死一個角色 他可以做任何東西 他可以做一棵樹 他可以做一張椅子 而每個角色 可能就是拿他的神髓 他不會假裝一個中國人 他會用他的批評 就是他自己的聯想 去說這個故事 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 就會用不同的語言 做說書 去到某些位置 可能他們都說一些廣東話 或者普通話 或者他們全部人都用不同語言 去說這個故事 那時候為什麼決定這樣改這個劇呢 一開始的時候 只是很想 我可以找他們五個這麼不同的人 一起說一個中國故事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最後我們去克羅地亞做 意大利做 在巴黎做過 那些觀眾的反應就是 我們好像吃了一道中國菜 他們覺得很接近 跟我們一群演員很接近 好像一群小夥子 去分享了一些 他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給他們 不同地方的人 看有沒有不同的反應 即有 意大利有克羅地亞 在法國巴黎的時候 其實是很熱情的 其實歐洲人普遍是很熱情的 我記得最深刻的是 我在巴黎 其實我們在一個 MT Space 製作 在巴黎的時候 不是一個劇場 不是正式的劇場 是一個空置的地方 他們叫Squad 就是很多不同的藝術 為那製作 我們在那製作 做完的時候 有個太太 她七十多歲 走過來說 很感謝你們 說這個故事給我聽 我上當年都是跳舞的 你令我感覺到 身體的能量可以 可以用到這個感覺 讓她回想她年輕時的狀態 接著她就 給我們塞了五十元 因為我們不收錢 那次的開場表演 就是自由的 大家可以隨便樂作 就是叫我們堅持繼續做 本來你就是打算 要帶一個中國故事 去歐洲 那你真的在那裏 做了一個演出 你覺得那些人的反應是怎樣 對於中國故事 除了你剛才說 好像吃了一道中国菜,他们感觉到那样东西 有没有其他人对一个中国故事有些不同的想法呢? 他们会觉得中国人是含蓄 把很多感觉都放在心里面 不会像欧洲人那样 我看到面,我很爱你,我会抱着你 但中国人就不会的,可能会说反面的东西 那种爱是不是那么直接的 拿一个中国的故事去欧洲演,你觉得行不行? 其实是行的 但是容易的方法就是拿一些中国传统敲击 直接在欧洲演出 但其实这个不是唯一的方式 为什么我这么想用不同的国家,不同国籍的演员 就是其实里面有一个文化的冲击在里面 大家都有不同文化 一起去说同一件事,其实很厉害 比你直接一帮中国人去说更过瘾 不一定要大家一向想起那种中国传统的方法 可能是有中国、中国舞、敲击那些方法 用一些现代的方法都可以带到一些中国的故事 去到欧洲那里 甚至是其实那些演员是来自不同国籍的 挺有趣的,因为他们不是惯性只是这样 想当年其实很想回到香港做的 其实很想,但是很难 经济上,大家时间上 因为可能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所以希望有一天可以这样做 透过一帮不同国籍的人回来中国或者香港的地方 再说的时候会是怎样呢? 他们怎样看呢? 怎样透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一个中国故事? 其实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你不是说大家一起来演一个中国故事? 那那些朋友有没有说一起演我的国家的故事? 其实我是想的 即是轮着,演员是中国,韩国是另一个国家 是的,其实我们是想的 任何时候都是想 可不可以有不同文化的人 组织成为一个组织 就像一队乐队那样 不同的乐器 不一定要是同一个乐器 同一件乐器 因为这个选择是对于创作很重要 不是只有一种想法 大家那种不同的刺入点 就是这个创作的养分 今次的演出就是《孤儿2.0》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1.0? 是的,是1.0 即是今次的演出的前身 演出就会在4月15日至17日 在《孤儿2.0》 今天就听了这个《孤儿1.0》版本 我们明天再听一下 到底2.0是什么呢? 好啊!